在這幾天 廣東台山核電站洩漏事件 引起了廣泛關注 從目前傳出的消息來看 是燃料棒出現了滲漏 而不是核輻射 暫時沒有出現危險 但存在隱瞞 這個在中國沒有太多受關注的事件 但極大地震動了美國和法國的政府高層 包括美國政府、國務院、能源部 以及法國國家電力集團 主流媒體等 都被牽扯入其中 台山核電站是中法兩國能源領域的最大合作項目 位於廣東省台山市 距香港130公里 澳門67公里 台灣800公里 是廣東沿海5個核電站的其中一個 法國電力集團擁有該核電站30%的股份 中共國企中國港核集團擁有大部分股份 負責技術支援的是法國旗下核能產品供應商 法馬通公司 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 法馬通公司檢測到機組內的墮性氣體濃度超標 要求核資方中港核電停機處理 但是被中方拒絕 中方的做法是提高核電站外輻射監察的可接受限度 但是到了5月30日的時候 墮性氣體濃度再次升高 已經接近提高後標準的極限 法馬通只好擾開中方向美國通報 根據美國媒體《國家動脈》的披露 台山核電站的主要營運商中國港核集團公司 從拜登而指亨特·拜登那裡獲得數百萬美元的投資 從2013年起 亨特·拜登開始擔任渤海華美公司的董事 我們可以看到 在渤海華美維基百科的網頁上寫著一句話 2019年 亨特·拜登為澄清自己的職位與父親 前美國副總統喬·拜登無關 而離開公司董事會 不過 雖然亨特·拜登在2019年離開了渤海華美董事會 但據稱仍然持有公司相當大的股份